各位同学 以及各位线上看这个课程的同学们 大家早安 那我们今天谈论这个主题是 蛮重要的一个问题 也就是说在这个刑法的适用上 如果不是只有单一的罪名的问题 而是有多数罪名的问题 那所思考的问题就是 问题在如何处罚 因为行为人成立多数罪名以后 势必面临一个问题 因为在刑法上 每一个罪名后面都有法定刑 那这时候法院是不是说 要按照每一个罪名的法定刑宣告其刑 然后宣告的每一个刑 最后要怎么样加加减减 这就是进和论要处理的重要问题 所以进和论 我个人是比较把它定位在 跟法律效果比较有关系的刑法论 跟这个有关系 它主要是在探讨如何处罚的问题 如何处罚问题 那关于这个如何处罚的问题 我们先行法从这个立法到现在 因为我们学习这个德国日本立法力 我们一直采这个区分制 所谓区分制 就是你在这个行为人触犯数罪名的这个情况 那我们分想象进和跟实时进和 那这个想象进和跟实时进和 这个区分的这个基准 在一行为或数行为 所以在判断上面 什么是一行为 这是一个关键 而这个德国的理论 这个行为单数理论 它里面有点复杂 我们自然的一行为 法律的行为单数 它探讨就在探讨 这个想象进和 一行为如何判断 所以一行为怎么判断 这是进和论的重点 那相对一行为就数行为 数行为就是实时进和 当然我们要看到 这个实时进和也好 想象进和也好 它必须有一个前提 它是必须在裁判确定前犯数罪 裁判确定前犯数罪 这个有它的一个刑事政策的考量 也就是说 犯数罪名 如果是在裁判确定后死犯之的 这样塞在一个问题 从立法则的角度来看 就是法官都已经 判决定验了 你还继续犯罪 可现在这不知悔改 所以在这个刑罚的两储上 并没有给它特别的优惠考虑 而按照这个想象进和 和这个实时进和 它在处理上面 我们的这个处罚都不是说 把每个罪都宣告其刑 然后宣告其刑又单纯加 不是的 它基本上有它的一个 刑事政策的一个考虑 而这个考虑要合乎这个责任 跟预防的考量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那只是我这边提到 立法论上是不要这样的区别 其实不无一意 其实这个立法论的讨论 看起来只是立法论 其实跟这个解释论也很有关系 因为在实际很多个案里面会发现 真的一行为和素行为 真的在责任上面就有差别吗 其实会让人很疑惑的 所以有时候会让实务的法官 会怀疑我们那么的认真 区别一行为素行为 真的在处罚上真的要做差别吗 当然我必须要跟大家讲 在台湾的实务 一行为素行为 想要进和和私进和 它的法律效果会有很大的差距 尤其受到这些年来 有个一罪一罚的概念 比如说这个一罪一罚 其实就是这样一行为一罪 那一行为一罪又一罚 那这一罪一罚这个罚 基本上又有一种相加的思考 那基本上那个影响就很大的 但是这个是一个根本的问题 真的要一行为一罚吗 而且这个罚就是这样的家吗 这可能是有问题的 我举个最简单的一个例子 今天有一个帮派老大 他唆使小弟去勒索 一条街的商家 有一百家 所以这个小弟听老大的指示 去勒索 对不对 从事了一百次的勒索行为 那小弟一百次勒索 构成一百次的恐吓取材罪 但是他有一百个行为 那一百个行为 你每个行为都判他行 判他一年好了 那加起来可以一百年 不可能 对不对 我们也规定说 在这个有期徒刑相加的上限 也最多三十年 但是另外想 老大他只有一个教授行为 他只有一个教授行为 虽然这个小弟的一百次的勒索 都是因为老大教授 才形成翻译在个别班子 但是在评价上面 老大就是一行为 所以他成立一百个恐吓取材罪的教授犯 是在一行为下的范子 那按照这个346条 最终也只能判五年 但是我们知道 老大的可罚性跟小弟的可罚性 真的有这么大的差别吗 更何况我们可能认为说 这个老大应该处要重一点 老大处要重一点 因为这个小弟都完全天命行事 甚至不管是被利诱被胁迫 小弟不敢不从 对不对 真正有危险是这个老大 然后这个小弟的犯罪所得 大部分也都交给老大了 那结果因为这个一行为 述行为的差距 哇这个小弟被罚的那么重 那老大只有这个一行为 只能重重处断 这个不一定合理 当然更根本的去想 重重处断和并和处罚 也不代表说法官就要在个案上面 把小弟判的比较重 没有这个道理 没有这个道理 有的时候并和处罚 不意味着说 我刚才讲的100个一年的宣告刑 加起来一定要等于100年 上限30年 但是上限30年也不代表法官要判25 26年 也没有 因为他是在一年以上30年以下去定宣告刑 只是这个定宣告刑要定多重多轻 这又是一个难题了 因为这样的一个量刑范围很大 那但是问题是57条 科刑以行为人的责任为基础 这里科刑以行为人责任为基础 这里的责任不是只有单一犯罪的责任 才是这里的责任 你犯了很多罪名 也有一个所谓的整体责任的问题 也就是说这个并合处罚 你最后这样的一个量整体执行刑 它这个量刑也必须要行当其罪 所以这个行当其罪在这个并合处罚去怎么看 其实是一个蛮重要的议题 当然这个议题可能更深入 也许有机会继续开其他讲座来谈 这个也需要继续的研究 但是不管怎么说 立法论是这么谈 有没有必要区别想象性性格跟实质性格 但是在解释论上 因为现行法就这么定了 我们法院必须依法诊判 同学们考试解答 也必须按照现行法解答 你不能说按照立法论上面 这地方我不认为要区别想象性格跟实质性格 所以我解答上面就不分了 不行这是错 你必须尊重现行法律的适用 这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在这个现行法律适用上面 究竟是一行为还述行为 这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而在一行为的前提下 是不是就是55条所讲的 一行为触犯述罪罪名的重重阻断 也未必 因为这边有个概念叫法条进壳 也就是说 如果这个罪名之间 具有法条进壳关系的时候 那只要试用一条就够了 其他就被排除了 那这条也没有重一重阻断的试用 而这个适用其中一条排除其他条 要适用的法条 是不是比较重的法律效果的法条 不一定 要看他这样的一个彼此间的关系而定 有可能是轻法优先 有可能是重法优先 那至于说 要怎么判断谁优先 谁退后 这个是我下礼拜要去谈的 但是我这些稍微提到一点 我们在实务上 有个概念叫做重法优先原则 实际上这个讲法是不太精对的 不太精确的 最简单一个例子 生母杀因罪 生母杀因罪同时构成杀人罪 有构成生母杀因罪 请问要用比较重的杀人罪 还是用比较轻的生母杀因罪 我想答案很清楚 当然用生母杀因罪 那这样重法优先原则是讲不通的 最重点在这个两个条文 你在比较上来讲 哪个是特别的规定 这才是重要的 所以这个进和论 我们这边先挑到这个图来看一看 这是我的教科书上的一个图 有的他整个思考模式 按照现行法 就是触犯多数罪名 这是前提 如果只成立一罪的话 这跟进和没有关系 因为只成立一罪的话 你就按照该罪的法定行政宣告 其实行就好了 今天一点问题都没有 现在就是触犯多数罪名 触犯多数罪名 我们就要判断这个是一行为 还是触行为 当然我这样用以用行为单数 这个行为单数是个比较理论的用语 这个理论用语 就是说透过这个理论的一些分析归纳 判断这个想象进和一行为 我们要怎么去用 所以提出这个行为单数的概念 在这个行为单数概念 我们看到了 一分想象进和跟法条进和 这是另外一个区分的问题 也就是探讨说 这数罪名间是不是有优先适用的条文 如果有优先适用条文的话 就没有从一种处断 最后不成立法条进和 就是想象进和 想象进和从一种处断 要如何从一种 那当然就按照法定型轻重 这简单讲就是按照法定型轻重 如果这些罪名的法定型是完全相同 同样都是五年以下 那就按照五年以下 所谓从一种处断 就是按照相同的法定型来判 那相对叫行为复述 行为复述 就是在述行为的前提下 那在述行为的前提下 是不是就是按照50条51条 成立所谓的实质进和并和处罚 也不是 也是这地方 当然要看有没有 类似法条进和的语罚的前行为 或语罚的后行为 当然在归纳上 有的文献 台湾比较不会这样讲 有些德国学生认为 语罚的前后行为是法条进和的下位类型 因为这事实的问题是什么 事实到法条进和的前提是不要一行为 如果法条进和也可以用在述行为的话 他就把语罚前后行为栏夹进去了 当然这只是分类问题 不是很重要 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看这个进和论 甚至看很多型号问题就这样 有时候学说会提出很多很多的分类 但是我们要想他这个分类 他究竟有什么样的一个目的 这很重要 而不是说我们很会画数字图 一直分解 但是问题是为什么要这样分 他在处理什么 这个基本上是我们在思考法律问题的时候 应该去认真想象的 好 那这里 我用这个更简单的说法了 比如说这地方 我们在判断触犯署罪名 那这个处判施罪名是进和论讨论前提 我们假设有A B C D E 5个罪名 那这个如果是5个罪名 这边都有他的法定刑 法定刑 我们看到这个B罪的法定刑最重10年以下 在重重处断情况下 法院就按照这个10年以下作为基准 去宣告其刑 而这样我必须提醒大家注意 法院在宣告其刑的时候 我当然这地方结论是写个6年 基本上这个是一个虚拟的说法 法院在宣告这个6年 这个6年不是只有考虑说 行为人只犯了B罪 如果只考虑犯了B罪是不公平的 为什么 他绝对不是只有犯B罪 对不对 他也犯了其他的A C D E罪 所以法院在量刑的时候 必须考虑到说 行为人不是只有犯B 还有A C D E 所以A C D E的整个不法跟责任 必须按照这个10年以下的法定刑 一起清算 一起评价 所以宣告6年 那在实质净合情况下 我们看到法院 在整个量刑就有两道程序 两道程序 第一道程序 就是按照每一个罪名的法定刑 个别宣告其刑 我们看到A罪5年以下宣告2年 B罪10年以下宣告5年 等等 那个别宣告其刑以后 要并和处罚 其实并和处罚也是另外一个宣告型 也是另外一个宣告型 只是我们在台湾通常称为叫做执行型 如果人要讲的话 想跳进合的同一种逐段的宣告型 其实也是执行型 因为最后就是当做路肩执行多久的一个名义 那一个都是执行型 当然这个只是名称上的差别 没有什么太大实意 重点我是要跟大家讲 这个实质净合它经过两道程序 第一道程序就是要个别宣告其刑 那第二道程序就是要把个别的宣告型 总和起来 判断行为人究竟要在街鱼里面服多少年的行 那这两个规定很重要 51条的第五款 51条第五款 大家稍微看看这个法条怎么说 很多老师在上这个进合罪数论的时候 都不太看看这个51条个别规定 这很奇怪 有时候谈这个一罪数论谈了半天 最重要就是怎么罚 怎么罚这最重要 那怎么罚最重要 51条第五款说 宣告多数有期徒刑者 于个刑中之最长期以上 个刑合并之刑期以下定期刑期 但不得遇30年 所以这样我们看到了 个刑中最长期以上是多少 5年 对不对 合并刑期呢 17年 那5年到17年中 法院又必须要裁量 去判断最后要宣告几年 那我这边说宣告7年 宣告7年 当然我们看到 如果刑人犯的罪越多 他的合并刑期可能就会超过30年了 对不对 那法院的裁量可能就5年以上 30年以下 再去定期最后的宣告刑 当然这样子就会产生一个问题了 就是说 刑文最后会被判多重 就比较不可预测 因为他的裁量空间太大了 裁量空间太大了 究竟是从30年以下 这样往下减几年 还是从5年以上往上调 这个影响很大 对不对 是判67队呢 还是判278队 这个影响非常大 影响非常大 而早期 其实也没有多早 在这个2005年的刑法修改以前 它的上限是20年 为什么上限20年 这跟有期徒刑的上限有关系 也就是按照这个刑法 第几条的规定 有期徒刑的上限只有20年了 说法条不太清楚了 然后换一换 所以我也希望人家提供个法典看看 这个33条的第三款 有期徒刑 2月以上15年以下 但欲有加减时 得减至2月未满 或加至20年 有没有看到 在这个规定里面看到 这个有期徒刑的上限就是20年 既然法律将规定有期徒刑上限20年 为什么在并合处罚的时候 它的上限可以提高到30年呢 这个会不会产生矛盾呢 按照当时的修法理由 他是这么说 这个修法理由说 这个单一犯罪 所得科处有期徒刑的上限 原则上为15年 欲有加重时 得加重至20年 单一犯罪就可以 加重到20年 那如果这样的话 宣告有期徒刑之宿罪 予以并罚 其上限亦仅为20年 不仅有为横平原则 亦有鼓励犯罪之嫌 也就是说 这样讲讲好像很清楚啦 对不对 也就是说 如果只犯一个罪 罪重已经可以到20年了 那犯多个罪 却也只有20年 好像是另外一个不公平的 对不对 多犯赚到了 对不对 但是这是完全一个假设啦 因为这里是一个问题啦 既然是有期徒刑的犯罪 可见也不是什么最大二级 到必须死刑无期徒刑啦 那既然是这样的犯罪 犯的再多 难道20年的刑期不足以清偿他的责任吗 这可能是一个根本的问题 因为你在思考上面可能不能这样想 如果犯了这个五个罪 最重也是20年 他再犯一个罪 也可以到20年 他听起来好像不太合理 但是这里一个问题 为什么犯一个罪 你就可以把它判到20年 他只告诉你法定型的上限啦 上限啦 不代表你实际要这么做 另外如果照这样讲的话 那刑划很有限嘛 多数死刑有办法执行好几个吗 那你可以说犯了好几个死刑的罪 基本上也是赚到啦 因为只能判一个死刑 执行一个死刑 这也很奇怪 当然啦 这样讲啦 会涉及到啦 因为人命只有一条嘛 对不对 那自由刑的话 20年可以变30年 可以变40年 但是问题在说 我们刑划的思考啦 可以只是因为说呢 反正你付得出 就可以无限的加上去吗 这里这道一个 刑划功能的一个极限问题啦 刑划功能极限问题啦 为什么有期徒刑上限只有20年 这里是一道有期徒刑的目的啦 有期徒刑啦 就是希望啦 受刑人将来会出狱 能够回归社会 这个从监狱刑刑法第一条就写得很清楚啦 他要让这个受刑的悔感向上嘛 要更生嘛 那超过20年的有期徒刑 他怎么样回归社会 他恐怕已经完全没有办法跟社会相处了 所以有期徒刑啦 他的上限是有他的意义在里面的 意义在里面的 另外呢 刑当其罪的考量啦 真的犯比较多的罪 20年不够吗 这里可能是一道说我们怎么去看这个责任啦 也就是57条这个责任 在这种多数犯罪的并罚的时候 这个责任怎么看 这是一个难题喔 但这个难题绝对不是用这么简单的 好像算术的概念说 这样子就是比较合无责任才是公平 这恐怕不是这个样子的啦 而且呢我刚才跟大家讲那个老大叫小弟拿去勒索的情况 是啊 小弟很多行为 那老大只有一行为 你说哪个比较严重 那为什么老大从一种处断就可以了 而小弟要并合处罚 而并合处罚你又觉得20年还不够 要30年30年还不够 可能还要40年 为什么 这恐怕就是一道 你对这个行为术的概念过度执着 过度执着 比如说这个量刑 量刑本来就是个综合评价 结果 行为 翻译 手段 这些综合评价 这个综合评价看着每个罪 每个罪内外关联性是什么 不是说这样子是家的 要不然这很可怕 前几年我看报纸 那时候还有通奸罪 那这地方 媒体新闻报导 姐夫勾结太太的妹妹 两个人发生婚外情 几年间 妹妹给我写日记 发生500多次 这很厉害 法院 哦 因为有写日记嘛 好 那这个也很清楚的 犯刑明确 判了500多个通奸罪 500多个通奸罪 你每次给他判两个月好了 难道要这样加上去吗 我想正常人也不会这样想 而且这也是一个问题 500多次的通奸行为 真的就比一次严重吗 而且这个500多次 如果都跟同一个人 和10次跟10个不同人 你觉得是哪个比较严重 你觉得是哪个比较严重 我觉得是很难的问题 就是用次数来算 其实是蛮不合理的 当然罪都成立了嘛 但是你如果判断上是用这样的加 很奇怪了 基本上之所以判那么重 罪过不在他犯了很多次 而在于这个原配太晚抓到 你早点抓到就可以判清了嘛 对不对 问题不在这里 所以恐怕我们对这个行为数 跟这个责任的关系 我们要再好好去思考 如果这个问题 没有办法好好去思考 你那个什么量型的 什么系统等等 我看都有问题 因为你不知道 你的衡量的基础 你的思考在什么地方 什么叫做责任 这是一个难题 这是一个难题 那这地方 我提到这个真净和假净和概念 这也稍微说明一下 有的时候这地方 我们犯了这么多个罪 我们看到A罪还有一个A加罪 B罪还有一个B加罪 这里就塞到一个问题 在这个事实里面 如果这个A罪和A加罪 具有一行为的关系 那这样就会塞到说 A加罪排除A罪 那B加罪不会排除B罪 那我们看到这个A加罪的法定型 比A最重 B加罪的法定型 却比B最轻 那产生一个 适用期排除其他 这叫所谓的假净和 所以假净和 这表面上犯很多罪 但其实只有一条 其他那只是表面上犯很多罪 所以叫假净和理由 那这个法条净和 就是我刚才那个图 讲的这个概念 和这个语罚前行为 语罚后行为 就是所谓的假净和 而想像净和 实时净和就是真净和 真净和 那这一般就是我们 一般在教同学的一个 净和论和思考的模式 而这个思考模式也结合了 我国的现行华 来进行论证 这非常重要 在台湾学行华的 很多人都说了 这是德派观点 我真的不太了解 那请问 还有其他的观点吗 也就是说 你犯了诉罪名 可以不分一行为 素行为吗 要 行为单数理论就是 协助我们判断 什么叫一行为 那那诉罪名 你难道不分 法条净和跟想像净和吗 也要 那请问 不就是应该这样子用吗 难道还有其他的用法 是啊 这是我们可能要怀疑的啦 也就是说常常贴个标签 什么德派日派美派什么派 问题不管哪一个派 都要回到我国的现行法条 有这些理论 就是法律思议学理论 他就必须要跟这个法条 结合在一起 他不是单纯的法条解释 但是却可以协助 这个法条的试用 符合体系 平等 而且有机顺畅的试用 这非常重要的 所以法律思议学 不能脱离法条 法条的操作不能够脱离法律思议学的知识 这两个要相辅相成 才能够圆融的处理案例的问题 案例的分析非常重要 我们等一下看到很多问题 都是按照案例的分析 所以王泽建老师 在帮我的案例演练的书 写个序言 这个序里面有一段话很重要 法律思议学的来源基础 就是案例 所以我们虽然当然跟医美法不太一样 不是case law 但是其实这些法律跟理论 这样的一个结合运用 怎么样能够让它适当的运用 这也都要透过案例来检证 所以你没有案例思考人 我是觉得读刑法都有很大的困难 所以你看很多的书 在写这个对数理论 我都觉得说 可能作者不太写案例 所以写的东西 都是大家对观念堆砌 那也不知道 为什么这个组在一起 好 大家自己去评断 那这地方 我来介绍一下 另外一个想法 这是陈子平老师的说法 陈子平老师用对数论的观点 事实上这个对数论 禁合论只是名词的 重点是你怎么样去思考 这些触犯数罪名的时候 它的法律要怎么用 怎么去思考 所以我们看到 它在触犯数罪名的时候 它跟我们概念有点不太一样 它不是分一行为数行为 在看说 是触犯数罪名的法调禁合想要禁合 而是先分一罪数罪 一罪数罪 而在数罪的前提下 再分一行为数行为 一行为想要禁合 数行为私禁合 那这样的话 它的一罪的概念是比较广的 一罪概念比较广 至少法调禁合要被贴到一罪那边去 语华的前行为 语华后行为也要贴到一罪那边去 那我们再看看 下面 甘天桂老师 他对一罪数罪怎么分怎么说 那甘老师他在以前他写了很多关于罪数的文章 那在这个一罪数罪上面 他这么分 按照他的大作 他分成单纯一罪 评价一罪科行一罪 他有这三种的一罪概念 单纯一罪我们可以理解 就是只犯一条罪名 实际上只犯一条罪名 基本上不是什么禁额问题 你只有一条罪名就按照该罪罚的 宣告进行就好了嘛对不对 那评价一罪的就是犯了好几罪 不是单纯一罪是单纯好几罪 但是评价上当一罪嘛 那评价上一罪要分什么 包括一罪法条金合 其中什么叫包括一罪啊 这个内容简直五八八门 你看看这包括一罪 有很多很多的细项目 只是说 笼统的都说这叫包括一罪 也蛮合乎这个名称叫包括了 那下面一个叫科刑一罪 这个又很有意思啦 为什么这个一罪该呢 还有从科刑的角度来看的一罪呢 这就是要解释了 显向进行 过去还包含千年犯 连续犯 也都行为犯这些多数罪 但是宣告刑只宣告一个 显向进行就从中阻断 只有一个宣告刑 所以是科刑上一罪 那之外叫并合宿罪 并合宿罪就是50条51条 在裁判圈检犯的宿罪 符合这个前提 这叫并合宿罪 那单纯宿罪就是不符合 这个裁判确定前犯宿罪的 这个宿罪有的在确定前犯的 有的在确定后犯的 所以这叫单纯的宿罪 这刚老师的分类 那我们有看到林俊逸老师的分类 为什么要提这本书的分类 因为他这个分类很多很熟悉 尤其我们实务界 对这个什么叫一罪宿罪的概念 基本上他想的很多问题 不是实力法问题 而是程序法上 是不是案件单一的问题 所以这个林大法官 这个书上这个分类就值得参考 当然这个分类也不太发明了 主要他受到这个陈朴森 这个陈朴森老师 他的大作的影响 他关于这个一罪 分次上一罪 法律上一罪 那法律上一罪 还有实质上一罪 裁判上一罪 这个裁判上一罪 就跟刚刚那个科律上一罪 是一样的道理 那实质上一罪 这点我用简写了 其实就是接续犯 继续犯 集合犯 结合犯 吸收犯 加通集合犯 那林俊玉老师 他以前上课都很幽默 就说叫接继及解析家 那想象进合犯 千连犯 跟这个连续犯 叫想千连 我们都记得很清楚 接继及解析家 想千连 只是问题是 你被这个口诀 为什么是这样 为什么这接继及解析家 摆在一起 就像这个几个概念 都不太一样 好像都在谈不同的事情 但是你就不要说 这叫实质上一罪 当然 为什么要这样的讲 我想是有些 值得讨论问题 但我们不细就 那这里我们来看 最经典的说法 就是这个 林俊玉大法官这样写 这个接继及解析家 在这上以前的想千连 为什么科刑上一罪 叫裁判上一罪 实质上一罪 最后其实 也是裁判上当成一罪 当人一罪 自然也是裁判上当一罪 为什么叫裁判上当一罪 这也是最大的概念 叫所谓的案件单一 也就是说我们在 实务上到现在 大概还是采这样的规则 也就是说 想象进何 因为他从重处断 单一宣告性 所以具有想象进何 这个诉罪名 在实际的审判上面 会当成一个案件 当成一个案件的意义 就是什么呢 就是检察官 如果就案件的部分罪名 起诉 效率及益全部 那法院也必须加以审判 如果只就案件的部分罪名 加以审判 并且确定了 就会产生所谓的 一事不在理的效果 其他的罪名 虽然没有被审理 但是也禁止他再行起诉 这是所谓的案件单一 然后后来变成 同一的一个问题 但是为什么想象进何 宣告一行 由同一种手段 这样的宣告一行 会把它当成一个单一案件呢 这里啊 陈博生老师啊 在刑事说实物啊 这本书啊太经典了 我们以前在读书 说是人只来一本 恐怕好几本啊 我都买了好几本 为什么 很拼命读啊 不断的用荧光笔画啦 什么划线划线 划到破了 再买一本来画 对不对 这个书啊都苦读啊 非常了解他在讲什么 他讲啊 案件是以刑罚权为其内容 故案件是否单一啊 应以其在诉讼上为审判对象之具体的刑罚权是否单一为断 详言之啊 即在实力法上为一个刑罚权 在诉讼法上为一个诉讼课理 很清楚嘛 对不对 案件是以刑罚权为内容 所以案件是否单一啊 就看啊 是不是在实力法上一个刑罚权 那在诉讼法上就是一个诉讼课理 但是哦 有一个问题啦 其实这个也不是什么刑罚权啊 刑罚权这概念也太抽象了 刑罚权讲的是说 国家拥有刑罚权嘛 只有国家授权法院才可以宣告犯罪科主刑罚嘛 这基本的法官保留嘛 刑罚权是可以蛮抽象的 其实这样讲得清楚啦 他这个更具体的 就是一个宣告刑啊 就是一个宣告刑啊 因为嫌态禁合多数罪名 从这种刑罚权只有一个宣告刑嘛 所以他把一个宣告刑当作一个刑罚权嘛 叫做所谓的 审判对象的具体刑罚权是否单一嘛 就是一个宣告刑 但是我们刚才也说了 实质禁合 难道不是只有一个宣告刑吗 它只是两道手续嘛 第一道手续叫个别宣告刑刑 看起来多数宣告刑 最后还是一个单一宣告刑啊 难道实质禁合不是一个单一刑罚权吗 是啊 这是一个问题 为什么刑罚权的单一要以法官的宣告刑作为标准 多数宣告刑刑都是多数单一刑罚权 其实更有问题的是这句话 案件系刑罚权为其内容 这里很有意思 我们知道刑事诉讼的目的 当然它的目的还蛮多的 但最重要的从古早到现在 都有一个共通的地方 就是为了判断国家的刑罚权有无 对不对 就是要判断国家对这个被告 是不是可以认为他成立犯罪 并且是不是可以科署 所以刑事诉讼的目的 当然跟确认刑罚权有关系 当然也不仅于此 如果只是这样的话 刑事诉讼法是依附在实体刑罚的一个工具法 它是为了要实现刑罚 而没有其他目的 那如果这样你没有办法解释 什么证据排除理论 对不对 证据排除理论 其实就不是为了 确认国家刑罚权有无 而是为了保障被告的什么 意识自由 保障法治程序 对不对 所以刑事诉讼目的已经很多元了 但是就算刑事诉讼目的 是为了确认刑罚权 但是为什么作为刑事诉讼的对象 这个案件是等于刑罚权呢 这恐怕就是一个问题了 为什么案件是刑罚权呢 其实案件就是审判的对象 就是检察官起诉的对象 那这个起诉的对象 如果法院最后审理 是认为无罪 不就没有刑罚权了 那请问无罪有没有案件 无罪有案件 已经起诉法院就要判 无罪也是要给个无罪判决 不然怎么终结所谓的诉讼关系 所以这个很基本的道理 在他的分类里面 是上一罪 评价上一罪 或各种一罪 那如果无罪呢 无罪也是一个无罪啊 对不对 那无罪有没有案件 也有案件啊 那如果无罪的话 案件是以刑罚选文内容 那无罪呢 就无案件 这讲不通啊 所以所谓的案件 作为起诉罪项 审判罪项 其实就是啊 具有犯罪嫌疑的事实啊 具有犯罪嫌疑的事实啊 检察官起诉的事实 法院审理的事实 至于这个事实 最后在法院认识用法上 认为说 这成立一罪 或成立恕罪 这恕罪是一行为 恕行为 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另外问题 只是说 为什么通常来讲啊 即使在德国也是如此的 具有想象性和的 宿罪名关系的 这个事实啊 通常啊 或原则上 就是一个案件